再有钱,也不建议往家里带着五样东西 不是迷信,是老一辈的执念 家是我们生活的场所,直接关乎到我们的衣食住行 所以家庭环境的健康和整洁相当的重要 甚至会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财运 因此家里的摆放相当关键 从家具的款式到饰品的种类都有要求 尤其是不能摆放这五种东西 凶恶的挂画 不少家庭都会选用一些挂画来修饰空间 但是在选择挂画的时候 尽量不要选择老虎、凶兽等样式的挂画 这些凶恶的挂画如果长期挂在室内 会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 甚至有可能会在企业的时候被吓到 如果家里实在是需要挂画来装饰 可以选择一些风景图片或者是字画之类的 一来能彰显品位 二来也能修饰空间 刀剑等利器 刀剑等利器最不适宜挂在家中 刀剑本就是凶器 并且刀刃锋利无比 若是在一不小心中划伤了 那将会造成破财 并且这对于客人来说也是相当不尊敬的 客人高高兴兴的到家里做客 可是进门就看见了锋利的刀剑 可能会直接吓一跳 如此一来 人际关系自然就得不到维持 那么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大打折扣 所以刀剑等利器最好收纳起来 臭鞋子 大部分家庭的鞋柜一般都设置在进门的地方 用于摆放一些拖鞋和经常穿的鞋子 但是臭鞋子就没有必要摆放在进门处了 进门的位置相当重要 是沟通外界和室内的过渡区域 若是在此处充斥着臭鞋子的味道 那势必会影响到外界对家庭形象的评价 也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因为人类对于恶臭 发臭的味道是出自本能的排斥 会间接地影响到一天的心情 所以臭鞋子最好 及时地清洗 塑料花 在不少人眼中 塑料花既美观又不需要花费过多的精力打理 实在是居家必备的装饰品 但是这种想法实际上是错误的 塑料花没有鲜花的活力和香味 反而给人一种假静态的感觉 假应该充满活力和精神 而非是假和干瘪 所以在家中最好不要摆放塑料花 可以选择一些好养活的多肉植物 或者是其他生命力顽强的绿植 这样家中才能充满生机 放置过久的垃圾 每个家庭每天都会产生一定数量的垃圾 无论是果皮纸屑还是厨余垃圾 都需要及时地扔进垃圾桶 若是将放置过久的垃圾留在室内 是直接影响到整个空间的空气 滋生一些细菌和蚊虫 间接地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垃圾一天一换 一天一扔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既能保证空气的洁净 也能保障室内环境的整洁 接触于家作为我们生活的场所 需要我们注意到方方面面 从室内饰品的摆放到生活的习惯 都需要我们用心地去对待 及时地更换垃圾 清洗臭鞋子 有利于保证空气的清新 不挂刀剑和凶恶的挂画 不摆放塑料假花 则有利于提升我们日常生活的幸福感 命里出现这三种人 说明老天要度你了 其实我们命里的每一个人 都不是无缘无故来到我们身边的 来到我们身边的人 都是有着某种意义 有着某种特殊的含义 对我们好的人 我们珍惜 我们善待 我们感恩 对我们不好的人 其实 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看他 就是来度我们的 他的出现只是在一定的意义上 告诉我们这个时候 是不是该转弯了 这个时候 是不是该提升自我了 这个时候 是不是该谢谢了 或许是自己某一方面缺少了 而这一方面 恰恰是他的强项 所以他来度自己了 没必要对于命里 对我们不好的人 我们仇恨相对 我们这么做了 恰恰我们是失去了最真的自己 恰恰是迷失了自我 我允许别人说我的不好 我允许别人说我有缺点 允许别人说我不完美 只是因为他说的 我已经有能力不在乎 和他的相识 就是命里的机缘 就是上天的安排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用坦然的心 平静地去接受 平静地去接纳 允许他来度自己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命里出现这三种人 都是老天派来度你的 别不知道 一 不善待你的亲人 其实更让你懂得珍惜自己 有很多时候 如果一个人不想珍惜你 哪怕他的身份是你的亲人 他也不会珍惜你 不要在这个时候 觉得很痛苦 不要觉得自己的人生彻底的结束了 更不要觉得自己的人生彻底没有希望了 遇上了不善待你的亲人 恰恰是告诉你 你应该更加的自尊 自爱 自立自强 这个世界上 有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残忍 连你的亲人也不愿意支持你 连你的亲人也不愿意去疼你 连你的亲人也不愿意去关心你 呵护你 可那又怎么样呢 这终究是你的一个结呀 你终究得去度啊 勇敢的直面 你怎么对我 我接受 我不再逃避 我不再退缩 我也不再受伤害 你怎么对我是你的事 但是并不代表我也会这么对你 因为我不想变成你 虽然你只给了我生命 但是你没有给我更多的东西 我也不仇视 我也不埋怨 我也不怨恨 这都是命里的安排 逃也逃不掉 不如坦然面对 你的存在 也更加的让我明白 想要过好自己的人生 必须好好处理自己和你的关系 原来你的存在 就是要告诉我 让我更加的珍惜自己 好好地爱自己 二 挑剔的伴侣 让你成就更好的自己 以前自己和他的相处 总觉得自己每天都要崩溃了 总觉得自己真的要离开了 真的受不了了 为什么在他的眼里 无论我做什么都有理挑呢 有时候真的很想和他大打出手 打一架就好 打了就一了百了了 我在心里跟自己较劲 觉得就是因为他已经不爱我了 就是因为他看不顺我 总觉得有一天他会和我提出分手 我每天都这么想 因此很焦虑 整个人也变得精神紧张 人也恍惚 直到后来 我才明白 我的心态不对 我的心里 为什么想着他 一定要针对我呢 就算是他是真的针对你 你又能奈他何呢 既然没有办法改变他 那就想办法改变自己 有一句话说 对于眼前的困境 要么离开 要么改变 我选择改变 因为我发现 无论我到了哪里 我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如果我没有改变 我发自内心的觉得 今生的他就是来度我的 度我的秉性 度我的人生 当我这么做 当我这么想的时候 真的 我才发现一切真的有所改变 他看起来也并没有那么针锋相对我 我的心态改变了 我发现他也改变了 他的挑剔 现在在我眼里就变成了度我的过程 改变自己 提升自己 所有的一切自然会迎来你想要的样子 三 不听话的孩子 让你收获完整的自己 有一句话这样说 原生家庭的痛 需要你用一生去治愈 曾经不以为然 直到自己有了小孩 我才深深地明白 自己身上有那么多的不足 真的想要做好一个母亲 需要的不仅仅是精力 需要的不仅仅是时间 需要的更多的是爱 当你自身缺乏 这种爱的时候 你根本就没有这种爱 给予你的孩子 孩子如果不听话 如果在心里想不通 只会越想越痛苦 只会越想越迷茫 直到我看了育儿的书 我才深深地明白 这辈子孩子就是来度我的 因为我本身不完整 所以孩子的出现 让我有机会去完整现在的自己 让我有机会去重新完善自我 我应该感谢孩子 使他选择我成为他的母亲 很荣幸 很希望这辈子 我们能够收获一个完整的自己 很希望我们都是一个会爱的人 用爱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人生 不顺时 心态最重要 其实人这一生有顺的时候 就有不顺的时候 有好的时候 就有坏的时候 从来都是那么的公平 所以不要觉得自己现在很顺了 就觉得自己会一直顺下去 也不要觉得自己现在不顺了 也会一直不顺下去 物极必反 该顺的时候自然会顺 不顺的时候也会有顺的时候 人生这条路 其实都是在过自己的心情 其实都是在过自己的心态 心态好 哪怕人生再难 哪怕人生再不顺 也会有顺的一天 诚然 告诉自己 心态一定要摆正 那么 我们的当下 才会发生改变 所以 有时候 我们并不是败给任何人 任何事 而是我们败给了自己的心态 不顺的时候 也恰恰是在告诉我们 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了 我们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我们的人生就能够变好 一 不顺了 有好心态方能度过难关 有时候 感觉人生真的挺难的 走着走着 都感觉自己要走不下去了 我们越是如此的想 我们的心态越是如此的崩溃 我们的人生 也就越往不好的方向发展 人生这一路 谁都不可能永远陪着我们 真正陪自己的 还得是自己 所以 在人生这一路上 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让自己的心态 能够平和 我的心态平和了 我们就能够度过 我们眼前的难关 我们不会因为外力的影响 我们不会因为外界的阻挠 从而放弃内心的坚持 从而放弃内心的坚定 我们相信的是 只要我们坚持下去 我们相信的是 只要我们勇敢一点 我们就能够走出迷茫 人生难关 观观难过 观观过 所以我们要有坦然的心态 去面对所有 不顺了 恰恰是我们在走上坡路 恰恰是我们的奠基石 所以我们要有好心态 二 无论怎样 心不乱 一切就好 有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 可是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的心乱了 那么一切也就会功亏一篑 有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必死无疑了 我们以为到了绝路了 可是这个时候 我们拥有一个好的心态 却能够逢凶化吉 无数的事实都在证明一个道理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无论怎么样 我们的心都不能乱 我们的心不能乱 我们的局面就会稳住 我们的局面稳住了 那我所有的事情也都会稳住 不要因为一点点事情 不要因为一点点挫折 就让自己的心方寸大乱 就让自己的心失去平和 我们要深呼吸 我们要告诉自己 我们可以的 我们可以稳住 那么我们就可以稳住 因为我们心里的信念不到 因为我们的人生志向不到 所有的一切自会迎风而来 三 心稳了 再不顺 也会迎来曙光 有很多时候 我们常常会破罐子破摔 为什么会破罐子破摔 就是因为给自己定的期望太高了 就是因为我们满足于站在高处 突然有一天陷入了人生低谷 不适应 所以排斥 如果说 之前的工资是万八千一个月 但是现在的工资只有三千四 心里不平衡了 心乱了 再加上这个时候又不顺 那么 所有的一切只会雪上加霜 其实 一个人在不顺的时候 让自己的心变稳 其实这是最难调整的 因为我们要接受不如以前的当下 我们要有勇气 我们要有信心 很多时候 我们要克服重重的困难 很多时候 我们要克服我们种种的坏情绪 我们要能去能深 我们要能高能低 千万别高不成 低不就 所以说 做人还是要知足 知足于眼前的收获 因为这眼前的收获 也是自己经过千辛万苦去争取的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我们的心是稳的 哪怕再不顺 我们依然保持淡定 我们依然保持从容 我们要坚信 我们会迎来曙光 接触雨 也许你会说 说得容易 做起来难 确实如此 有时候 我们很会安慰别人 但是碰到了自己 我们却无能为力 其实 人生这一路 就是一个不断变好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起起伏伏的 跌跌荡荡的 我们要适应这个过程的所有的变化 我们不能够因为此时此刻 我们站在了顶端 下一刻 我们跌入了低谷 所以我们就开始自暴自弃 所以我们就开始怨天尤人 或许这个时候 就是老天在考验我们 或许这个时候 就是老天度我们 越是不顺的时候 我们越是要稳住自己 越是不顺的时候 我们越是要扛得住 越是不顺的时候 我们越是要熬得起 人生漫漫长路 谁都不可能永远来帮你 真正靠得住的还是得自己 所以请让我们鼓足勇气 为自己加油呐喊 糟糕的事情 不是心态变坏 糟糕的事情 而是你不懂得调整 我们唯有尝试着去调整 我们的人生才会有希望 那些不能好好说话的人 往往有这几个心理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相向六月寒 这个道理 人人都懂 可若是行动上 要做到多说良言 少出恶语 并不容易 那些不能好好说话的人 往往有这几个心理 一 自以为是的心理 总想让一切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每次和闺蜜聚会 大家有一个绕不过的话题 便是婆媳关系 而婆媳关系的焦点 又在于 几乎所有的婆婆 都有极强的控制欲 想让家中的大小 事情全部照着 她的意愿来 表现在言语上 就是命令式 冷嘲热讽式 比如 一个闺蜜靠着自己 既做主业 又做副业 在一线城市 买了一套公寓 夫家并未支援半分 但闺蜜偶然一次 向丈夫诉苦说 还款压力有点大 生活开支要节省点时 便立即招致婆婆的 降维式打击 有多大的脚 穿多大的鞋 早知如此 当初就别买呀 一席话 让原本就倍感委屈的 闺蜜近乎崩溃 想到上一套房子的首付和贷款 三分之二都是自己在承担 她觉得自己非但费力不讨好 还有一种自己的付出 都白费了的挫败感和颓废感 另一个闺蜜也吐槽 她的婆婆是推过懒工的高手 哪怕只是一盘菜炒出了好味道 她也要邀功 是因为食材挑选的好 那是她特意精挑细选的 在这种自以为是心里的蒙蔽下 很多人说话不仅内容口无遮拦 说话的方式也更加直接 直白 甚至脱口而出 根本不考虑他人的感受 只顾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控制欲 展现出一副唯我独尊的样子 这样的人 说到底 是心眼狭小 格局太窄 眼前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再也看不到除此以外的任何人和事 一旦与之较劲 只能是被气到恨不得与之打一架 二 见不得别人好的心理 总是巴布地踩低别人抬高自己 同事小美 代表子公司去总公司参加演讲比赛 从稿子的准备 PPT的制作 参赛服装的准备 都是一个人完成 他直言 有时候拿捏不准 也没有人会帮助出主意 虽然部门负责人 也不时组织其他同事 开会讨论文稿 观摩小美的彩排 但每次 都没有一个人提出正向的 有针对性的意见 要么是说小美的文稿感性 有余理性不足 要么说她选的衣服不合适 还有的人无不言余地说 只要参赛就有奖 瞎费个啥进锣 从同事们的不配合 不屑一顾的态度中 小美读出了他们的小心思 一方面 羡慕小美有演讲的天赋才华 一方面又极度 怎么就让小美去参赛 而不是他们任何一个人呢 洞察了这个真相 小美也不再对同事们的帮忙抱有多大希望了 她独自备战了一个月 终于在比赛中夺得了全场最高分 拿下了实至名归的第一名 捷报传来 小美激动地发了个朋友圈 表示对自己的鼓励 但除了几个比赛中惺惺相惜的选手和几位朋友为她点赞之外 但公司的同事全都选择了视而不见 而当小美捧着奖牌回到公司办公室时 收到的不是祝贺 而是质疑 你拿了第一名 评委们都认识你吗 陪同小美参赛的一名负责人则接过话题说 小美之所以发挥得很出色 关键在于 她抽签手气好 抽到一个中间位置 打消了小美所有的紧张情绪 主管领导则说 取胜的法宝在于文稿出彩 标题引人入胜 那都是她的心血 对此 小美很快释怀了 面对一群见不得自己好的人 选择远离 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 表现出功劳是大家的 是上司的 才能让自己免于被攻击 被排挤 三 爱之深恨之切的心理 恨铁不成钢 却始终舍不得放手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哪怕已经三四十岁了 在父母面前依旧要小心翼翼 比如连续加班几天导致感冒了 老妈送来感冒药 熬好小米粥 却送来难听的话 你除了工作还会干什么 命都不要了 总是喊我和你爸爸要劳逸集合 干活别做得太累了 自己倒是逞强啊 面对这样加强待棒的关爱 感动是真的 伤感也是真的 大概 人们在面对自己挚爱的人时 总错误地以为打是亲 骂是爱吧 言语中带有一丝火药味 才足有表达所有的担忧 关爱和牵肠挂肚 可是这样的爱 如果失去了感情基础 便会成为最大的讽刺和最锋利的刀刃 让人如梗在喉 如芒在背 如同《无问西东中》 书芬很是疼爱丈夫许伯长 一点点好菜 好饭都留给丈夫吃 看到他吃得津津有味 便叮嘱道 别给我胜者 全都吃了 可偏偏就是这一句话 让许伯长再也吃不下去了 他已经不再爱他了 可他却仗着自己 供养了他 死死不肯放手 到最后 因为报复了给许伯长写深冤信的王敏家 书芬既无法原谅自己 也再也没有勇气 面对这份爱而不得 选择跳井自杀 这样的悲剧 看着让人心痛不已 现实生活中 很多无法好好说话的人 其实是恋人 是夫妻 是父母子女 是至亲的人 就是因为没有恨铁不成钢 而无法好好说话 以至于渐行渐远 不再亲密 人生在世 好好说话的人 才能拥有好运气 好机会 好未来 消除更多对于外在的渴求 不断地提升自我修养 接纳一切 包容一切 才能让言语平和 情绪平稳 才能让自己的人生 一路芬芳 一路生化 精神内耗 到底有多可怕 做到这四点 福气不求自来 有这样的一种现象 你看看自己是不是拥有 一天什么也没干 却总是觉得自己特别累 生活缺乏 没有目标和方向 做事也总是拖拖拉拉 而且动不动就很容易放弃 遇到变化 遭遇困难了会特别纠结 不知道如何是好 还总是喜欢过度地去解读身边人的行为和看法 并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他人身上 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 如果你有类似的现象 那么你很可能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内耗 说直白点 其实就是不断地进行自我消耗和自我折磨 严重者会陷入长期的焦虑和抑郁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最难得的就是一颗平常心 面对生活的忙碌和焦虑 我们不得不好好的静下心来反思自己 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我们应该如何改变自己呢 你需要牢牢地记住下面的这四点 首先 要坦诚地接纳自我 每个人都是优缺点并存的 你只需要认清他 然后去改变就好 重要的就是行动起来 让自己忙起来 就会自然减少不必要的妄想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这么多时间去想 别人如何待你 那是别人的事 与你无关 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即可 其次 不要在不值得的事情上 浪费半点时间与精力 争吵 抱怨 无论是对他人还是对你 都没有半点好处 跟另一半吵 导致家庭不和谐 跟上司吵 你的工作饭碗可能丢掉 你的抱怨与争吵 不能带来任何改变 而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意识到这个结果之后 就不要那么在乎对错了 接受便好 然后 你还需要强化自我暗示 当你遇到一件很不爽的事情时 不断地告诉自己 它影响不了我的心情 我的内心无比强大 这点小事算什么 不断地给自己正面的暗示 你就会瞬间变得强大 最后 你必须找到心理的平衡 面对不好的事情 要告诉自己 或服相依 谁知道我不会因祸得福呢 世间万物都是平衡的 你得到了什么 就一定会失去什么 而失去了什么 也就意味着会得到什么 上天总是那么公平 习惯于抱怨 消极思维的都是弱者 只有把一切都转化为成长的动力 你才会不断地变得优秀 那些杀不死你的一切 终究都是为了让你更加强大 人生 是一场觉醒 其实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一场不断觉醒的过程 我们想明白了 我们看透了 我们看清了 所以 我们选择换一种方式生活 换一种方式活着 因为我们发现当下的活法是不对的 因为当下的我们懒散 因为当下的我们懈怠 所以 人生 就是一场觉醒 什么时候觉醒 什么时候就摆脱痛苦 什么时候 觉醒就什么时候站起来 不要把希望都寄托在别人的身上 因为那是不现实的 最终我们只会摔得更惨 一 不练过往 重新开始 有很多时候 是不是总是现在曾经的过往里 总觉得曾经很美好 总觉得曾经很幸福 总觉得当下很不堪 总觉得当下很难 所以宁愿现在过往里 所以宁愿在过往里不肯解脱出来 可是 过去的 已经过去 如果我们一味地沉浸在过往里 那么我们的心 就得不到释放 其实想想 完全没有必要 过去的 已经过去 哪怕再美好 也只会成为曾经 也许以前 真的很爱很爱 但是现在那个人 已经走远 难道我们还要 站在原地等吗 时间在流逝 任何事情都在马不停蹄的变化 从来不会为某件事 某个人而驻足 停留 我们这不是在自欺欺人吗 所以放下过往 不要沉迷 不要贪恋 从新开始 去展开自己的新生活 我们会活得很好 我们会活得很坦然 因为我们不再陷于过往之中 我们成功地走出来了 任何事情 想要有进步 那就从新开始 心不再沉睡了 所有的一切自然会觉醒 觉醒了 人生扬帆起行 心自由了 所有的一切都自由了 我们有新的憧憬 我们有新的美好 从今往后 我们是自由的 我们迎风绽放 我们向光而长 我们向阳而生 二 人生低谷 恰是翻身之时 当我们陷入了人生低谷 有很多时候 我们的心情沮丧 我们难以释怀 我们难以接纳 我们总是 自己跟自己较劲 我们总是 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我们永远揪着 我们永远紧绷着 我们深感无奈 我们悲伤痛苦 我们看不清局面 我们以为我们倒下了 我们以为 我们再也站不起来 我们甚至是觉得老天是故意 开我们的玩笑 老天是故意为难我们的 所以我们才这么难 我们一遍一遍地 不放过自己 我们一遍一遍地折磨自己 总以为这样 才能够宣泄 我们内心的不满 可是有时候 我们越是理情绪 我们越是被情绪牵着走 我们完全不能做自己 直至后来 才深深地明白 原来人生低谷的出现 就表明了 是我们成功的垫脚石 我们想不开 所以我们的人生 也就烟雾蒙绕 我们想得开 所以我们仿佛置身于天堂 所以 不要觉得人生低谷 就是低谷 就是绝望的深渊 其实不是 恰恰是翻身之石 原来 人生就是一场觉醒 觉醒之后 人生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恍然大悟之后 人生之路 才会越走越顺畅 人生才会重新充满光芒 人生才会重新闪闪发亮 这就是觉醒的人生 这就是通透的开始 三 放下 即是重生 面对曾经的伤害 如果放不下 如果无法释怀 那么 曾经的伤害 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你的眼前 曾经的伤害 就会一遍又一遍地折磨着你 折磨得你体无完肤 折磨得你伤痕累累 也许 以为付出了就会得到回馈 以为付出了就会同样得到真诚 可是 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所以 也就开始怀疑人生 所以 也就开始质疑 人为什么而付出 随着时间的流逝 该淡化的自然会淡化 该遗忘的最终会遗忘 所以我们终究要学会放下 不放下又能怎么样呢 不放下 只会让我们更加的狼狈 更加的痛苦 更加的悲伤 所以请让我们勇敢一点 所以请让我们觉醒吧 我们放下了 一切就又会重生 不要陷在过去里 把自己折磨得不成人样 你值得更好的 所有的一切 只要你想 只要你愿 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好 很多时候 只是因为你尚未觉醒 所以你一直深陷泥潭 所以你一直无法自拔 等有一天你觉醒了 你就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你就能迎来春暖花开 你就能等到雨过天晴 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来得及 一切的一切都只是经历 时间的痕迹在四季里 时间的痕迹在我们的皱纹里 时间的痕迹在我们的白发里 所以 时间是有迹可循的 所以 觉醒也是有迹可循的 这句话说的真对 人生 是一场觉醒 儿女找对象的最佳方式 就是这四个成语 大街上 到处都是人 但是你要从人群里 找一个合适的对象 还真的好难 很多的家庭 都在为儿女的婚姻发愁 参与相亲 到处打听 办法 想了不少 但是效果不理想 如何帮助儿女找对象 不是找一个父母 喜欢的人 捆绑在儿女的身上 而是告诉儿女 找对象的方法 让他们拥有 会眼识珠的本事 以下几个成语 若能读懂 对于找对象的人 很有启发 一座之间 和同座的人聊几句 抓住机会 一座之间的本意是说 刚刚落座的一瞬间 形容时间很短 人生的各种机会 也是稍纵即逝 别担心 瞬间也是永恒 正如心气急血的名句 众力寻他千百度 漠然回首 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 一回头 都能发现心仪的人 更何况是一落座呢 从现实生活来看 落座的缘分 有这些 坐飞机 高铁 火车 公交车 在酒店 在酒店等人 在后车室等车 在公园 闲座等 看看你身边落座的人 如果不反感 那就扯几句 哪怕他有家庭了 也没有关系 你问一问 也许他单身呢 建筑大师贝玉明 在留学的时候 在车站 偶遇了 卢爱玲 借助火车 晚点的机会 贝玉明赶紧上了火车 一截车厢 一截车厢地找 然后留下了 卢爱玲的联系方式 他们也顺利 踏入婚姻的殿堂 很多年轻人 利用坐高铁等机会 确实发现了 喜欢的人 只是不敢表白 等彼此下车了 才遗憾很久 以后 一定要及时联系 丝毫都别犹豫 二 一夜迷山 学会多角度看人 发现优点 而女英雄传里写道 世上这般双铜如豆 一夜迷山的 以致糊涂吓人 又有几个身名大义的呢 一片叶子 放在眼前 就能遮挡一座大山 可见 一个高大的人 真心的人 喜欢你的人 也可以被很小的障碍挡住 从而失去缘分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措辞 它什么都好 就是有点肥 是的 一个肥字 把它所有的付出 都否定了 缘分就自然弄丢了 世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 但是不妨碍 我们发现美 春秋时 鲁国有一个叫书梁哥的男人 一把年纪了 还在为生儿育女发愁 因为他只有一个残疾的儿子 无法延续加业 为了加业 书梁哥向鲁国的严氏求婚 严氏有三个女儿 大女儿 二女儿用年纪偏大等理由 拒绝了婚配 三女儿 严征却说 书梁哥是一个有德的人 我嫁给他 后来 严征生育了孔子 留下了美名 换一个角度看人 你会发现 多数的人都有长处 也可以扬长臂短 立下家业 找对象 需要挑选 但是不需要挑三减四 而是把人的优点 缺点挑出来 加以权衡 三 二同一马 多联系少年时的朋友 情上加情 是说心语 有这样一句话 少时与渊源 共骑竹马 我弃去 几折取之 故当初我下 后人把这一句话 总结出成 二同一马 只带少年时的朋友 在成长的时候 我们懵懵懂懂 不知道 爱情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们能够感触到 身边哪些人 会让自己心生爱慕 或者有仰慕之情 当儿女找不到对象的时候 就主动联系 一路走来的朋友 比方说 青梅竹马的村里人 同学 关系不错的校友 关系不错的同事 大家知根知底 若是你主动联系几次 感情会迅速升温 最要紧的是 因为彼此很熟悉 相处的时候 就不会尴尬 还能够把过去的事情 当成话题 感情是聊出来的 尤其是异性之间 天天聊天 就意味着爱情来临 四 五黄六月 适时帮助别人 就是善缘 看过一个小段子 一个村里的姑娘 每到农忙季节 就在亲戚朋友 同学群里吆喝 谁来帮忙割稻子呢 喜欢姑娘的男人 从城里开车到乡下 把稻子收割了 一年之中 割稻子 插秧 收白菜等 都变成了姑娘 找对象的机会 成语五黄六月说的 就是五六月为农忙季节 家里人手不够 需要借助外援 何以上段子 不谋而合 把成语的意思 进行拓展 我们会发现 若是你主动求助别人 也能留下一段感情 能够成就一段相处的时光 你什么都靠自己 不麻烦别人 那么人与人之间 就变成了几条直线 没有交叉点 在生活中 你的某个人有好感 那就常常请他帮忙 哪怕这件事 你自己能做好 也麻烦他 比方说 男人在工作中 需要找某些资料 就可以麻烦某个熟悉的女人 等女人帮忙之后 男人特意去感谢 一来二去 彼此就搭上桥了 你不麻烦我 我不麻烦你 这样的社交方式 只适合年纪大的人 对于小青年来说 是不适合的 会让自己错过很多的缘分 五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找对象的根本 就是寻找一些感情的细节 捕捉到促进感情的机会 并且是 机会每天都有 关键看你是否抓得住 用得好 真的不要刻意去 安排自己的爱情 也不要总是说 改天 下一次 遇到靠谱的人 当下就是最好的安排 作为父母 把找对象的方式 告诉了儿女 接下来 就坐等好消息 作为儿女 学一点小心计 让你喜欢的人 也喜欢你 喜事连连 男朋友不借两千块钱 女朋友撂电话钱 这样 说 再见了您啊 俗话说 借钱给一个敌人 你会赢得他 借给一个朋友 你会失去他 那如果不借钱给女朋友 会不会失去他 答案是肯定的 你会失去他 那男人会这样子问 难道他只爱我的钱吗 答案也不是肯定的 从情感方面来讲 女人是感性的动物 一旦有了问题 她不会理性的去思考 一般不是特别聪明的女人 只会钻牛脚尖 在偏执的情感里 迷失自我 一 不借 觉得和他无关 今天在抖音视频上看到了这样一期采访 由于男朋友不肯借给女朋友两千块钱 女朋友选择不理男朋友 男朋友无奈找来记者帮忙 男朋友说 女朋友以前不会这样 肯定是受了他小姐妹的挑唆 在拨通女朋友电话的时候 女朋友说 男朋友是铁公鸡 男朋友问女朋友借了钱 会不会还 女朋友嘲讽地回答 我居然和你这样的人谈了两年的朋友 最后 女朋友一句再见了您啊 结束了这段关系 这个故事不长 却引发了我的深思 女朋友找男朋友借钱 男朋友到底该不该借 还有这个男朋友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仔细一推敲 这个男朋友并没有把女朋友放在心里 因为如果他把女朋友放进了心里 女朋友的事就是他的事 出了事情找他借钱 肯定会第一时间去帮助女朋友 因为他不想女朋友 因此而烦恼 可是这个采访当中 男朋友却拒绝借钱 还在那里说女朋友的不是 说女朋友就因为一点点事情而不理他 其实这也难怪女朋友不理他 关键时刻 帮自己的却不是自己身边最爱的人 觉得这一切跟他无关 反而是像陌生人借钱一样 问他还不还 这就摆明了 女孩子在他心里的位置没有钱重要 所以不爱人家 就放了人家吧 大路朝天 各走一方 二 要借 问还不还 话锋又一转 在采访当中 男朋友居然问女朋友 你还不还 女朋友在听到之后 哼了一声 一句再见了你哪 结束两年关系 不由得觉得这个男的 真的是个奇葩 这个是自己的女朋友啊 将来可能是自己的老婆呀 共度一生的人 女朋友突然间向自己借钱 肯定是有事情 想想啊 两年时间 又是男女朋友关系 女朋友没说向他他拿钱 而是说借钱 男朋友居然还说你还不还 弄得女朋友心灰意冷 彻底说拜拜 我想问这个男朋友 当你借钱给你朋友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这种勇气 我借给你 你还不还 如果不是你又何必去苦苦相逼 一个你自己深爱的人呢 如果只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也不是去为了承担起那份责任和义务 那还是哪凉快哪待着去吧 没必要悟他人终身 当女朋友有困难的时候 借个钱还要写借据 换谁谁都受不了 区区两千块钱 就因为男朋友的一句 你还不还 验出了真心 别说钱不是回事 关键时刻 还是钱验出了真心 这种败机难 让他跟钱过去吧 下一个会更好 三 钱终究比你重要 采访当中 男朋友应不借钱 给女朋友两千块钱 女朋友不理他 男朋友还说是女朋友的小姐妹的错 以前从不向她提起钱的事 现在居然提钱了 还不理自己 在男朋友看来 借钱可以但你必须还我 在身处困境当中的女朋友听到这句话 心里肯定是拔凉拔凉的 女人的情感天生细腻 她会想得多 我是找你借钱呀 你不借就算了 还说我矫情 钱是男人最重要的东西 钱代表着金钱 名誉 地位 如果这些里面都没有女朋友的参与 那这个男朋友是不是把女朋友请进了她的生命里 那这个男朋友是不是真的爱这个女朋友 如果说男朋友 他自己的所有的一切都比女朋友重要 那这个男朋友的真心在哪里 女朋友该相信些什么 自己有了困境 却不伸手主动帮忙 却还像陌生人一样要低头请求 那这个男朋友根本就不爱女朋友 他更爱她的钱 或者说 这个男朋友 他根本就没有爱过女朋友 他只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去接近她 可能只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只有在共富贵的时候 才会有女朋友 共患难的时候 一切将是另当别论 还好女朋友和男朋友 只是还只是男女朋友 并没有跨入婚姻的殿堂 不会有孩子的牵绊 也并不会因为种种的原因而离不开 还好 一切还来得及 及时止损 让女朋友有权利去追寻 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幸福 所以 男朋友 你想好了没有 如果你真的爱这个女人 然后再去追求她 不要因为别的目的而去接近她 给彼此伤害 高层次的人 与人相处时 往往有以下三个特点 值得学习一 鬼骨子说 欲张反脸 欲高反下 一个人想要干一番大事业 就要收敛自己 懂得夹住尾巴做人 即便自己很有本事 也不能招摇 一个人想往高处走 就要往低处扎根 就像大树一样 树关有多大 根系就有多发达 高层次的人 不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而是智慧更多 姿态更低 受到了更多人的尊重 深处高位 必须是道德和智慧 与其相匹配 高层次的人 与人相处时 一般有以下三个特点 值得学习 二 揣摩人心 人与人相处最好的方式 就是相处舒服 说彼此舒心的话 做彼此放心的事情 人这一生 最好的朋友 就是知己 彼此心有灵犀 感同身受 可是如何才能懂得别人 能够知道别人的真实想法 鬼谷子里有这样两句话 必以其甚喜之时 往而及其欲也 必以其甚聚之时 往而及其恶也 一个人喜悦的时候 往往是欲望到了极致 只要顺着他的欲望去看 就能够发现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一个人恐惧的时候 就是厌恶到了极致 只要顺着他的厌恶去看 就可以发现他的内心世界 能够让他露出马脚 这是物极必反的大道理 也是冲动 是魔鬼的常理 一个人在平日里 很多问题都会刻意掩藏起来 哪怕你故意引导他 也不会说出来 高层次的人 善于抓住时机 认真观察和自己交往的人 只有看清了别人的内心 还常常揣摩别人的真实行动和想法 才能够理解别人 甚至是感同身受 如果你的话 说一百句 也没有一句是别人喜欢的 那么你的话 会令人反感 还会导致人与人之间互相疏离 不懂我的人 何必去交往 这是很多人的社交态度 如果你懂得别人 那么你就能建立起真正的人脉 学会鬼骨子的识人术 是无不避意的 是智慧变成人脉的真实体现 三 看透人性 陪你笑的人很多 陪你哭的人 也许一个都没有 社会很现实 人与人交往 多半是利益交换的关系 而不是单纯地对某个人很友好 只有你的父母 才会无私对你好 宁愿把家里所有的财富都给你 甚至用生命撑起你的未来 与人打交道的时候 想要得到利益 就要看透人性 也就是说 和人品好的人多交往 疏离那些人品差的人 只有人品好的人 才会真正和你不离不弃 不管是朋友 还是夫妻 都一样 老祖宗留下这样两句话 大事难事看担当 逆境顺境看金度 灵洗灵怒看寒养 群行群职看实践 大难临头 各自飞 这是人与人交往时的尝试 如果你落难了 还有人帮你 或者别人落难了 你主动去帮人 纳磨这样的感情 是深厚的 是值得永远珍惜的 一个人在逆境中 还能面带微笑 说明他的内心很强大 人生的格局很高 值得交往 每个人都有喜怒哀乐 都需要与人合作共识 因此在群体之中 能够看到他的协作精神 能够见识到他的真本事 动不动就大发雷霆的人 随时都会失信的人 对团队会有损失 也说明他是一个不靠谱的人 也没有什么真本事 人在低谷 扛住了 熬过去就赢了 人在社会上混 要和有骨气的人 做朋友 远离喜欢抱怨的人 喜欢逃避责任的人 高层次的人 不仅会利用人生逆境 群体相处的时机 看透人性 还可以笼络人心 比方说 在朋友落难的时候 最需要的时候 及时出现 即便是很一般的朋友 也会变成铁哥们 好闺蜜 一个人落魄的时候 是最脆弱的时候 任何人给他的力量 都显得弥足珍贵 他的心温暖了 一辈子都会记得别人的好 这是感恩的力量 还比方说 一个人在群体中混得很差 你及时靠近他 让他沾你的光 那么他就会感激你 和你走得很近 以后也能同进退 一起成大事 当你看透了别人的人性 你就能够真正做到亲君子 圆小人 建立共赢的圈子 四 管好自己 俗话说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如果你自己都做不到 凭什么要别人做到呢 现实生活中 我们总是对别人挑剔 却不知道怎么挑剔自己 更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一个博学多才的人 听说山林里有一个懂得鸟语的人 便发出邀请 让山林里的人来见他 之后 几个月都不见山林里的人来 他便决定亲自去拜访 周围的人说 你是有身份的人 怎么能够去拜访一个傲慢 无礼的普通人呢 他说 我无法改变他的决定 但是我可以改变自己的决定 是啊 一个人只能改变自己 无法真正改变别人 改变自己比改变别人容易得多 人与人交往的时候 管好自己的嘴 控制自己的情绪 注意自己的举止 那么 与人交往 就舒适了 那些固执己见的人 是没有真心朋友的 因为他们太自以为是了 人与人交往 是互相的 你尊重了别人 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你帮助了别人 别人才会反哺于你 你对人温柔 你一生温柔 我愿意 你不要 我愿意 如果你不喜欢你 我愿意 你不要 我愿意